這個壓力這個名詞實在是很傷腦筋 為什麼 因為它有事沒事長得一個字跟人家差不多 那會造成很多讀書不小心讀書不仔細的同學 一直以為壓力也是一種力 注意壓力它不是一種力 壓力它不是力啊 力有方向性壓力它沒有方向性 所以你要特別特別注意這一句話 壓力不是力壓力不是力 壓力它沒有方向性 為什麼 看這個地方 因為壓力的單位它是克重 它是克重 克重 除以面積 除以受力的面積 等一下我們會來介紹 或者是公斤重 除以平方公尺 平方公分 都可以 這些都是力的單位 那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怎麼來的 來 從這個定義來 我們在一般陸地上 我們陸地上它所受的壓力 我們在陸地上壓力會等於什麼 正向力除以受力面積 這裡 課本有個實驗要小心 這個討論 討論正向力跟受力面積影響壓力的大小 正比反比 正向力受力面積相同 正向力越大 分子越大 壓力越大 這兩個正比 這兩個反比 所以這個不好記 老師再教你 今天一個女生恰雜暴 拿了一支高跟鞋 高跟鞋看過吧 高跟鞋 好 今天拿了高跟鞋 不知道什麼事情 發飆 要打人 今天他用的這個地方 看喔 老師圖紅色的地方 跟這個地方來K人 有沒有 你拿起來一定是用這個 他很聰明啊 理化學得很好啊 他知道用這邊K的比較通啊 為什麼 因為我同樣的力氣 用這個地方 打在人的身上 他的受力面積比較小 所以會給人的壓力會比較大 當然就比較痛嘛 所以你了解 再來 下雨天 下雨天 操場如果一些爛泥巴 今天我們一腳踩下去 會陷下去 整個新買的布鞋都髒掉了 很痛心 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去拿大的紙箱 把它鋪平 或者是拿什麼 拿木板 因為這樣子會增加受力面積 這樣子壓力就會變得比較小 好 這是陸地上 那根據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聯想到 這個單位怎麼來了 因為力 這個就是力了啊 克重 公斤重 都可以 受力面積 平方公分 平方公尺 都可以 所以 在陸地上的壓力 一般來講 我們解寫成F 壓力 P等於F除以A 這是我們陸地上常用的 慣用的一個式子 受力面積越大 壓力越小 受力面積越大 壓力越小 乘反比 小心這個關係 好 接下來 老師在這邊 要教同學一個技巧 你學壓力的時候 麻煩你 你記住 三個位置 陸 海 空 這不是 中華民國的三軍 而是我們壓力的 三大不同的地點 它的表示方式 在陸地上 我們習慣用F除以A 在海中 在液體中 我們用的是P等於HD 好 這個老師要特別跟同學 來介紹這兩個 所謂的H 所謂的H 注意喔 老師這個H 要特別跟同學解釋清楚 講清楚 說明白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H 不是隨隨便便找個H就可以了 這個H是 就是由水平面 垂直的往下算 它的垂直高度 來 我寫清楚一點 寫白話文 由水平面 垂直向下來計算 算它的什麼 離水平面的一個垂直高度 垂直高度 那這個D呢 D當然是在液體中 這個就是液體的密度嘛 這就是液體的密度 液體的密度 好 那這個地方 同學就要注意幾個四字 你要特別小心 一個液體 一個液體 今天不論你在這個位置P點 或者在這個位置Q點 你所受的液體壓力 一定要從這個水平面 往下算這個紅色這一段 紅色這一段H 這一段H 這才是真正的所謂的深度 所謂的深度 除此之外 你要注意 在液體中 特別是一個淨直的液體 注意喔 如果是淨直的液體 一杯淨直的液體 這時候如果這個地方有一個A點 注意喔 不論它給你的是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不論是給你的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只要給你同樣淨直的液體 只要是這個液體是淨直的 只要是淨直的話 這時候它的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它的壓力都一樣 向上 向下 向左 向右 所有的壓力都一樣 都是用什麼來算 HD來計算 都是由HD來計算 都是由HD來計算